炎热的夏天,小男孩皱着眉头走到贩卖机前面 三枚硬币,他得到一罐冰镇的可乐 但他没有听,又买了一瓶 把两瓶可乐摆在地上,小男孩直接踩了上去 原来他是个子不够高,按不到百事的牌子 拿到百事可乐,男孩满意的走开 可口可乐就像垃圾一样被留在原地 还是炎热的夏天,男孩只穿着短裤 可口的不行,他费力的打开冰箱 不好,可口可乐位置太高了 男孩拿着两罐百事可乐垫在小下面 这才够到可口可乐 不同的是,他乖乖的把百事可乐放到原处 这样讲文明懂礼貌的孩子 一下子打开了可口可乐的格局 你喜欢喝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呢 这两家企业可谓是汽水界的巨头 一直争得你死我活 那么这场可乐之战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呢 1886年,一位药剂师武艺间发明出一款棕色的含糖饮料 并把它取名为可口可乐 因为其配方含有可卡因、咖啡因和糖 三种让人精力充沛的原料 所以已经上市,立刻被烘墙而空 在这基础上,他们又做了一个决定 开放特许经营权 将可乐糖浆卖给美国各地的瓶装商 打开全国的市场 一时之间可口可乐声名大噪 公司做得越来越大 几十年的时间就有了三百家分店 也有了很多的魔防者 例如非洲可乐、阿拉可乐等等 百事也是其中之一 但那时的百事还没有自成气候 一直在破产转手收购 而其他的魔防者也都被可口可乐打败 根本够不成威胁 直到1930年 美国经济大萧条 饭都吃不上了 那还有钱钱去买五分钱的可乐呢 这导致可口可乐的销量大幅度的下降 而这时 百事抓住了商机 他们推出超纸装可乐 加量不加价 同样的价格可以买双倍量的可乐 很多人都为之心动 不仅如此 他还制作了广告 并翻译成55种语言 在全球范围播放 靠着这个营销战略 百事成为了那时期最受欢迎的饮料 公司也不断的扩大 渐渐能够和可口抗衡 1939年二战爆发 为了支持国家 百事可乐将包装改成了红白蓝三色 这正是美国国旗的颜色 这一举动使销量暴增 可口可乐健壮不再坐以待毙 也开始了反击 他们和政府合作 将可乐卖给军队 分发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人 但怎么运输可乐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在几次失败后 可口的大佬决定 在北非战场前线的后方 建造一家工厂 来保证可乐的供应量 尽管百事提出了抗议 表示可口可乐公司 存在军队垄断的情况 可全都无济于事 战争期间 美国军人共消费了100亿瓶可口可乐 这不仅带动了销量 还树立了品牌形象 神神扎在美国人心中 百事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他们不得不开始创新 更换产品的包装 将目标瞄准年轻人 随着电视时代的来临 百事请了很多的当红明星 为自己的产品宣传 可口可乐也不甘示弱 但相较而言 可口可乐始终是品牌的领导者 而百事是模仿者 为了打破这一观念 百事采用迂回战术 发起了街头盲测挑战 将可乐的品牌隐藏 让人们只凭着口感 选择喜欢的可乐 最后结果显示 选择百事的人更多一些 不过这结果倒也在意料之中 因为百事的口感更甜 人们的第一选择 往往是更甜的产品 百事凭着遮忌策略 在市场占比率上 第一次超过可口可乐 事业更上一层楼 甚至还请来了麦克尔·杰克逊助阵 这也使得百事和年轻人的文化 紧紧联系在一起 成为新一代人的可乐 这下可口坐不住了 他们感到了恐慌 也认为甜的可乐 更符合大众的口味 于是重制了配方 推出新可口可乐 但在口感上 却更接近百事可乐 这一举动 遭到了消费者的抵制 他们把新可乐 全部倒在地上 并上街游行抗议 感觉遭到了背叛 人们选择可口可乐 除了它的味道外 还有对品牌的情怀 可如今 连最初的配方都丢掉了 这引起了粉丝的不满 你说你永远会不会改变 然后你改变了 纷纷开始抵制新可乐 事态变得很严重 而反观百事 通过发布嘲讽新的广告 好好地享受了可口可乐的失败 为什么改变了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 在众怒之下 仅仅三个月后 可口可乐就回归原版 之后的一年里 可口可乐的经典味道 重新受到人们的追捧 销量超过了一众产品 又重回到了榜首 经典味道永远都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 这也让可口可乐 重新回到大佬的地位 进入21世纪后 人们更关注健康生活 百事和可口可乐 纷纷推出了低糖产品 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还发明了自动收货机 让顾客可以自由地选择 各种配料和比例 相较于之前的销售 他们变得更在乎顾客的使用体验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 消费者的需求也在不停地变化 人们不再需要那么多量的碳酸饮料 这导致销量严重下降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 两个品牌只能不断地开拓新思路 百事选择了扩张产品的种类 巧妙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可口可乐 还是主打全饮料战略 来应战市场的变化 直到现在 他们已经做到 不仅仅是在推销产品 更多的是推销一种感觉 两个品牌的可乐之战 已经持续了130年 一直未分出胜负 从目前来看 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 竞争也未必会结束 不过这也不是坏事 竞争同时也促进了两个品牌的进步 从而成就了今天的地位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